有了数据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来构建一个我们的模型了 在构建模型的时候啊 首先啊我们先指定好我们的一个输入 我们的输入都有什么东西啊 输入需要一个啊 就是咱们刚才构造好的就是两份数据嘛 一个是input一个是targets 所以说啊现在我先给它指定成一个placeholder的格式 placeholder里啊我传进了一个none 相当于是一会儿要做的是一个batchsize 所以说当起啊我不指定它的一个batchsize大小 先用这样一个none值来进行指替 一会儿呢数据的一个大小也是我实际传来的 因为数据究竟是多大 要根据我最终啊那个最大的那个词来决定 这块呢我们也需要把咱们的学习率给它指定出来啊 这个我们用placeholder来指定 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实际的传到咱们模型当中一个学习率 那下面啊就是我要去算一下我们的一个长度了 在这里啊就是每传进来一句话 这句话它都会有个长度吧 但是呢这个长度啊是我们不确定的 所以说现在啊我还是用placeholder用一个none值来进行指定 这就是啊我要预测结果的一个target的一个lance 然后对于target和source啊是不是 无论是输入和输出它都会有这样一个大小的 所以说我现在这里要把它的大小定义成咱们的一个int32格式啊 就是它这个整形值嘛 那对于我所有数据大小当中啊是不是利用的最大的啊 我现在还需要把最大的算出来 因为呢一会儿啊我要基于我的一个大小去算我的一个piding像吧 那最后啊把我们的需要的一个input还有这个target 最后还有咱们的学习率还有一系列的长度返回去啊就可以了 这些长度啊一会儿我们就会用到 因为嗯在咱们取by上数据之后啊我们需要对数据还进行填充吧 所以说嗯我需要知道就是每个数据它的一个长度是多少 这里呢我只是啊给它用placeholder进行一个站位 还没有给它进行啊一个实际的指定咱们的值是多少 然后呢接下来啊我们就到了我们的一个核心地方啊 我们先来说这个encoder encoder啊就是说当我们的输入数据来的时候啊 我们先要做一个编码吧 然后最后我们要做解码 咱们先来说这个编码的过程啊 第一步编码的过程就是啊咱们要做的就是做这样一个硬设吧 给大家啊刚才提起来给大家先说了 就是嗯我们画了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呢 是把我们的一个就是不重复的一个单词个数 然后映射成了一个多少位的向量吧 所以说啊第一步啊我们先做这样一个映射 映射成现在之后啊 然后嗯我们要用这个rn网络对我们向量进行一个处理吧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几个啊 一会儿我们要用的一个嗯 tflog的一些接口啊它该怎么样进行使用 嗯啊咱们这么说吧 就是等用到说啊用到一个说一个 咱们就不一开始都给大家说完了咱们就就用一个说一个 嗯在这里啊就是说嗯首先我要指定的一个就是嗯 我要把我的一个数据做咱们的这样的一个embedding吧 就是我做这样一个映射 所以说呢tflog啊已经给咱们提供好了这样一种方法 就是嗯在tflog啊咱们的一个country我们会下 然后这里呢我们有一个layers layers里边啊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嗯embedding的一个sentence 嗯embedding的一个sequence啊就是这里需要我们输进来的是三个量 就是第一个量是我们的一个输入的数据 就是你要把什么做这样一个映射第二呢就是说你输入数据当中啊 它有多少就是你的词库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咱们刚才不是算了那么一个set集合吗 在这里边有不重复的单词数量多少个 这里呢就是第二参数是啊你的一个词汇表当中不重复的有多少个 那最后一个啊最后的一个意思就是嗯你不要做这样一个映射吗 那你要给它映射到多少维呢 最后啊是说你要映射到向量的一个维度 所以说啊咱们要讲说的第一个就是啊咱们可以做这样一个embedding的一个sequence 在这里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呃有一个输入 呃咱们的输入啊是一个bed size 咱们的输入啊其实是一个pencer的格式 就是一个bed size再加上我们的一个sequence的一个lance是什么东西 那返回呢返回啊还是这样一个bed size 然后sequencelance直播说对于每一个东西啊我都有的技术啊一个映射吧 咱们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啊我有个fishers然后他就是反正就是一个特征嘛 然后123456这回呢当我指定啊他输出的映射的一个向量是等于4那会出现什么吗 咱们来看对于这个123来说是不是1变成了四个东西 比如说0.1 0.2 0.2 0.3 0.1啊这个映射值啊先都随便写 他就是到时候也是由这个神经网络啊帮咱们计算的 然后第二呢是不是2也映射到一个3 那3也映射到一个东西然后4 5 6 每一个就是唯一的一个ide啊都映射成了他的一个向量啊 而且向量都是一个四维的 所以说啊现在比如说嗯你传进来的一个bed size等于2 然后sequencelance是等于5 那你想映射成一个维度是4 那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2乘上5再乘上一个4 相当于啊是我们得出来了咱们的一个三维的结果 在这里呢我们就得出来了一个三维的tensor 它是长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啊这是我的第一步啊 先去做这样一个磁像量的映射 然后呢做完磁像量映射之后啊 嗯我就可以去构造咱们的一个这样一个encoder的模型了 我们的一个encoder模型啊它是由RN来组成的吧 在RN当中我们是用SLSTM当成每一个小的cell单元 所以说呢在这里啊我是先定义了一个cell cell等于什么cell里边等于了一个我们RN的一个 先看里边吧 里边就是我们来看先是定义最基础的 最外面的这样一个最外面的一个LSTM的一个cell 在这里啊就是首先我是构造的是里边最基本的一个单元 在每一个在整个RN模型当中啊 我说它每一个小单元都是由LSTM来构成的 所以说呢我先构造一个最基本的LSTM 在这里呢我用tensorflow contribute里边RN模型下 然后就有这个LSTMcell吗 里边我们需要传接一些东西啊就是有一个RN的size RNsize啊相当于我们来看我这里写了一个注释 就是RNsize就是RN当中我们隐层节点的一个数量啊 这个我们是可以自己指定的你隐层的一个大小 需要我们自己给它指定出来 然后呢下面就是我的一些处置化的方式啊 咱们用这样一个随接处置化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就构造出来了啊一个最基本的LSTM单元 然后啊咱们的一个LSTM单元是不是都有很多个单元组成了一个RN网络啊 那这里比如说画一下 比如说啊一个RN单元一个RN是几层的 我们可以指定RN当中的一个层数吧 反正每一个啊它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指定出来它的一个层数吧 所以说啊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写上这个Mulity的一个RNcell 就是说在这里呢你需要指定的一个参数是RN的一个层数 在这里我们看我们刚才指定了一个RN的层数啊 在这里我默认的层数啊一会儿我会给它指定成两层 一个非常简单的RN结构 在这里它这行代码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RN啊就是这个神经网络 它的层数是2 那这个复养当中啊就会把这两个RSTM堆叠在一起 那你是8层呢就是8个RSTM啊再给它连成一串啊 相当于是把你刚才指定的这是基础的这个RSTM单元 这一步呢就相当于是你有多少层就把多少个基础单元给它组合在一起啊 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下面啊就是当我组合在一起了啊 组合成了一个SYL之后啊 组合成了一个SYL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上面还有个东西 嗯这里就是说构建我们RN的时候啊 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输入的是一个静态的一个序列 就是说所有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序列啊 它的一个长度是固定的 但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就是说 对于不同的一个BIGSize来说啊 可以接收不同的一个Sequence Lens 比如说第一个它是一个BIGSize啊 BIGSize大小不说了 比如说长度是10 第二长度是20 这些也是可以的 就是说在每在就是这个Dynamic RN当中啊 我们可以接收的是不同的一个Sequence Lens 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Dynamic RN啊 再把我们的网络模型构建好 这样呢我们的一个SYL 我们的一个网络 这是我们的一个输入的一个数据 咱们刚才是不是把输入数据啊 做了这样一个编码的映射 映射成了一个多二维的向量 这是我映射完的一个多二维的向量 然后呢对于每一个鱼子来说 我还需要知道Sequence的一个Lens值 这里我有把Sequence的Lens值传进来了 指定一个RN的Type是Flow32类型的 这样就相当于是我们已经完成了啊 咱们的一个Coder 这个小模块的一个构建 可以说啊在U-Coder里边很简单吧 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RN模型 就是用这个RN 然后里边是MSTM 然后由输入到输出啊 咱们做了这样一个事啊 很简单的一件事 这块我执行一下 这块给大家看个东西吧 就是我们来双切进去啊 这里就是在我们的Notebook当中啊 它是有一个东西叫做一个Markdown Markdown啊 相当于是你可以做一些注视 来在这里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格子 它是一个Coder吧 上面这个格子呢 它这里可以选啊 你选择Markdown 相当于是按照一个 像是写博客式的东西吧 或者是在Github上写Redmi似的 你可以啊把你的一个就是 像是做一个笔记 或者是做一些说明 给它指定好 然后这块有锦号 锦号的意思啊 就是你可以对你的一个数据啊 就是比如说看咱们字体 指定一个大小 然后下面呢 你还可以传进来一些图片 我是觉得这个Notebook啊 可以整体的画成 写成咱们的一个笔记的风格啊 做起来还是蛮方便的 然后啊 在我的Decore当中 我是不是就要做处理了 因为就是我输出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需要 就是一方面 我需要让这个结果给它停下来 另一方面 我需要让这个数据的一个维度是一致的 所以说我要对数据进行一个处理了 在这里呢 比如说啊 咱们的数据我要加上and of sentence 加上这样一个中指符吧 就在最后啊 加上and of sentence 然后呢 如果说啊 它没有达标 就是没有达到最大的一个长度 我还需要给它加上这样一个派的像吧 所以说 这里呢 我要先对我的一个target数据进行一个预处理 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要补充一个go 咱们的一个期指符 并且移除啊 就是并且加上咱们的最终的一个中指符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预处理的操作啊 这个就不说了 就是按照上面这个图的方式去做了这样一个事